我是Lolo 去年夏天我結束了一段十幾年的家庭生活 開始了自己的獨居生活 這個房子其實它是1929年建造的 當時看到這套房子的時候,我就是一見鍾情 大概有一百出頭 原始就是一時一聽的結構 被之前租客改成了那種 有點像德國鄉村風格的那種大木條 我看了一些之前的老照片 還原了它的本來的風貌 最特別的就是把這個拱門還原 復原了它的Ardeco的線條 廚房,白色的櫥櫃和石木的桌面 這些都是還原它以前的樣子 印裝的時間大概是一個半月 可能十幾萬左右 軟裝自己住進來以後慢慢地在弄 都是上世紀初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老東西 之前去巴黎的時候逃過一個玻璃櫃 它上面有一些很可愛的手繪的人形 沙發搬了很多次家一直待著它 這個鋼琴其實是為了這個房子買的 我最熱愛的是1920年代 無論是西方還是國內 都是一個女性崛起的年代 女孩子比以前擁有更多的自由 我喜歡那個年代的著裝風格 大部分的時間是穿老的衣服 在那個年代社交方式也是我特別喜歡的 大家會在家裡舉辦Party 不得不說搬到這裡來以後 我非常地幸福 我會很享受每一天 就跟朋友的相處 在家裡開Party或者是自己獨處 甚至是自己孤獨 我都非常地享受